Lun Sang 蓝牙 认识我一段时间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挺喜欢玩蓝牙 今次来到一对蓝牙喇叭 为什么会有一对呢?因为PR很人事 一次过传了两个不同颜色的KEF Mural 喇叭给我 这一对蓝牙或这一只蓝牙喇叭 其实可以一只用的 但是它传了一对给我 为什么一对呢? 其实就是因为它本身支援 类似于UE BOOM 的立体声或音量交汇的功能 可以用两只蓝牙喇叭来试试 所以就会有两只蓝牙喇叭出现 首先呢? 首先呢? 拿起这个蓝牙喇叭来看看 因为这一只蓝牙喇叭本身是一只蓝牙喇叭 8吋长的一只蓝牙喇叭 放在车上都完全不失礼的一个感觉 根据以前一个很经典的喇叭摸雲的一个设计 就是做了一些纹 里面呢? 其实是中间有个低音的单元 这两个是全纹单元 我没有记错的话 对于Audio 的东西其实我不是很熟 不过我纯粹喜欢玩的 所以直接在这里和大家介绍 对啦! 机底这里有两个软胶脚 这两个软胶脚其实非常稳妥 你怎样都不会动 还有这个金属的硬件 摸上去真的非常棒 那个磨砂兼冷冰冰的感觉 令到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亦非常喜欢 这边其实是一个 你可以叫它左边 又或者叫它做机顶 因为这只蓝牙喇叭是可以 打直放的 所以这个机顶就会有一个 Power 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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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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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电话和3.5mm 键的进入 这些是一只能牙喇叭应该要有的东西 好 我先讲一下这个小器一只 会是如何 这个小器可以打横打直擺 刚才说过 我现在用setup premium 来接到接近 本身亦都有一个kef mural 的APP 可以找到你部机里面的音乐 可以找到你的音乐 其實不需要用到這個 App 基本上很多東西 我自己用 Macbook 的時候 都不需要用到這個 App 或者什麼去做 Pairing 所以我純粹告訴大家有一個 App 就是這個意思 如果真的要做一個 Stereo Pairing Mode 怎樣做呢 首先你要將兩隻喇叭都動起來 然後其中一隻喇叭你要是 Connect 到手機 而另外一隻喇叭你是未 Connect 的 這些條件完成之後 第一件事先打開第二隻喇叭 然後先在 Connect 的喇叭 這隻是左聲道喇叭 兩隻喇叭一起按 這邊一樣,兩隻喇叭一起按 然後等待大約10至15秒 然後這兩隻喇叭就會配合在一起 然後就會做一個 Stereo 的模式 就是兩隻喇叭分左右聲道出聲 聽到這個聲音就是 你已經完成了配對 那你可以用左右聲道出聲 那我試一下播一下歌吧 雖然我手上只有 Spotify 但也可以聽一聽 大家應該就可以聽到它那個左右聲道的分別 因為主要拍片這部機是有 Stereo 收音的 它本身的低音是足夠的 音量也是足夠的 但你說是不是非常出色呢 據音響達人說 方督達人說 是未去到極之出色的地步 但是絕對夠用 這個簡單的 Stereo 配音的模式 也是我自己喜歡的一個地方 如果想做一個音量加倍 其實很簡單 你只需要這樣 就可以了 因為它本身裡面是有一個 你已經聽到聲音了 它本身裡面有一個 Sensor 是一個 你叫它做 Proximity Sensor 總之它就是一個方向感應器 它感應到兩隻喇叭都是打橫放的時候 它就會把兩隻喇叭的 換成了一個音量加倍的模式 你可以一隻放在這邊 然後一隻放在這邊 就可以做到一個 返回360度播放的功能 這個是 它挺有趣、挺有智慧的地方 但是相對來說 如果我在車上 想將一隻喇叭放在錶台左邊 一隻放在錶台右邊 做一個 Stereo 的效果 那就做不到 因為 當我這樣放的時候 它會是一個水平的方式去放 它只能夠做到一個音量增倍功能 就不可以做到一個 Stereo 的功能 要 Stereo 一定要打動 要音量加倍一定要橫 就是這樣 這個是 有一點點 我挺無奈的地方 因為我真的 因為這樣 我不可以兩隻喇叭一起放在錶台上 當然 一隻喇叭放在錶台上已經非常足夠 我自己在車上可以拿去看電影 就是 我試過有一晚在網角 放了這隻喇叭在錶台上 然後我自己在手機那裡 開一拳超人 就是這樣 在看電影 非常之不錯 足夠平時使用的一個喇叭 我可以說是 但是你說 是不是極之出色的音質 不是 還沒有到最最高的一批 最高的一批是什麼呢 你之後再問我吧 但是你說 在同價位的喇叭來說 是非常之不錯 我是喜歡的 這個喇叭 因為 只是金屬機身 真的已經贏了 我真的很喜歡這東西 所以 也會放在我的車的車頭 一段時間 我相信 可能只會放在車上 再放在辦公室 這樣子用 大約就是這樣 还有没有其他东西呢? 应该要讲的都差不多了 播放时间大约12个小时 我忘记了,它内置电池的 USB充电,刚才说过 还有没有其他想玩想看的东西呢? 我尽量帮大家翻来 大家可以选择在我的YouTube频道 又或者在我的Facebook Fan Page留言 就这样,Thank you!